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27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來到星期日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事事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ng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討論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連自己的國內媒體 都不想放過 其實是有原因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詳細再討論 中國共產黨 可以在 大中華地區 神州大地 可以作惡的最根本原因 有幾個 第一 這個地方 普遍的人 即是傳統的華人 其實 一向 都是很多信民 即是說 他們習慣 是向權威 是很容易順暢 再 說得差一點 一部分人甚至乎 是非常 熱衷於 要做奴隸 所以這個 直接使得 共產政權可以在這個地方維持 那麼久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說過 其實中國共產黨在做的事 不單止 不是 在挑戰美國 實際上 其實中國共產黨在做的事 根本是在違反 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所有地方的宗教 的教義全部違背 因為他們在做的事 是不斷地透過 謊言 謊言 不是一種信仰 因為謊言本身 就是一件錯誤的事情 根據定義 那件事一定要是錯誤 跟事實相反才叫做謊言 用謊言當成真理 這件事絕對不可能 永遠長久可以維持下去 中國共產黨有著 他極多 是根本性 是邪教的特質 其實他這種做法 能夠在中國大陸 是繼續 能夠運作的最根本原因第二 就是在於 他控制了 這個範圍裏面的所有的媒體 用媒體 去製造錯誤的 錯覺出來 把明明他說的話是謊言 要把謊言變成事實 現在中國大陸 是繼續 在全世界製造一個 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塔西陀陷阱 即是說 其實中國共產黨 每做一件事 他其實不斷地累積 將自己的公信力 再一次壓下去 以前 中國大陸透過金融 在作惡 但是現在 現在你看到了 他現在 能夠繼續在全世界 繼續用謊言 當成事實 這一招 其實已經用不了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給點信心 我們到最終 一定 可以看著他滅亡 我們這一節 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Code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由於我們兩個頻道都被停止盈利功能 無法使用免費模式 我們目前 需要大家幫忙 我們也 將一部分的節目放在Patreon 裏面 和大家做獨家節目 所以希望大家 盡量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同一時間也顧及所有的聽眾 我們也 維持 絕大多數的部分的節目 繼續免費開放給大家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也請大家安裝了Pilotware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下個月就會看看 到底後備頻道是否能夠重新恢復 這個盈利戶口 到時我們可能將節目 暫時放在後備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 我們也會繼續維持着 把部分節目繼續放在Patreon 裏面 我們要做出一些平衡 希望各位體諒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這次繼續 把謊言 作為 崩盤的最後一根 稻草之一 其實稻草可以有很多根 但是我們很肯定 壓位這隻駱駝 的稻草正在肯定是稻草的 因為 這次 大搞日本福島核電廠的核廢 依靠的是中國大陸 的媒體 還有 是中國大陸的漁民政策 愚蠢的愚 由於太多人 是智商太低 也 把官方 灌輸給你的資訊 當成是事實 當然一部分人是別有用心 根本 就是全職的五毛 透過一件這樣的事 他做出明明這個世界上 全世界都認為沒有問題的東西 他要刻意 將他描繪 成為 是一場環境污染的災難 這件事其實是指包不住火 中國大陸做的事 到最終一定會出現反誓 尤其是在中國內地 有大量曾經被中共欺騙過的人 然後發現這件事 中共可以作惡的原因 只不過因為 在中華大地 控制了所有的媒體 香港 也沒有辦法控制得住 香港 走到今天 有國安處 有百多億的維穩費 連香港一個這麼簡單的地方 控制了所有媒體 你也控制不了 這裏人 的心思 所以其實你 會需要擔心中國共產黨可以征服世界呢 香港一個這麼小小的地方 你一說日本福島是排核子廢水 香港者邊商 就是日本的壽司店壽司廊 大排長廊 結果 香港人熱情支持 日本的海產 這件事 是得到日本的網民發熱 日本的網民 就知道了這件事 知道了網上的照片顯示 大量的香港人 無懼中共的謊言 出來 行動表態支持日本 其實這件事 正好 是說了 謊言 到最終 不能夠戰勝真理 但是大家當然不可以小看謊言 說一萬次 說一千次就會成為事實 這個一直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方法 但是這一招在香港未必生效 對著香港人 不生效 對著中國內地 其實他控制了這個網絡 但是其實有很多人 也知道中共一定是在說謊言 結果 日本的民眾 就出來大大力感謝香港人的支持 也引來就是日本的駐華大使 日本的駐華大使 也 在26日 在微博發文 轉發 香港 日本的壽司店壽司郎 在香港的分店 就是大排長落 正正 在中國共產黨官方 大力宣傳 說這個 來自所有日本的海產都受到 輻射污染的時候 行動和事實證明一切 香港 消費者 香港人 用理性 去看這件事 知道中國共產黨的宣傳 根本就是徹頭徹尾 是糟糕 為甚麼中國共產黨 是不能夠成功呢 其實 他根本是違反 全世界 所有的地方 應有的底線 他打算用謊言 可以 蓋過一切 實際上你能夠用謊言掩蓋的東西 只是在中國大陸 因為你徹底封鎖資訊 徹底透過 國家宣傳媒體機器 才叫做勉強 在中國大陸成功 在 控制了的香港 一樣無效 台灣也是一樣 他用相同的方法 在台灣大搞這個 統戰 買了絕大多數的媒體 但是仍然不代表 你可以控制到台灣 所以 其實有很多 地方 地區 其實你清楚看到 中國共產黨 用謊言的方法 再加暴力的方法 這是第二點 他用謊言無效的時候 他就會嘗試使用暴力 香港人 根本 不會再聽他的謊言 他就用暴力 暴力包括 對你進行政治迫害 拘捕你 用武力把你押走 其實他已經既窮了 他可以做的事 只有那麼多 永遠只有這兩招 要麼是謊言 要麼是動用武力 他兩招 無論現在在香港 香港 其實 你可以用的武力也到了極限 你是不是要把200萬人再拉入監倉 你 再拉多10萬人 只會有 20萬人 100萬人逃離香港 你越用武力威嚇台灣 全世界國家只會更加站在台灣這一邊 還有台灣的選舉 只有 中國共產黨不想去贏 的候選人更加勝出 所以中共 絕對是既窮的 連控制了的香港也沒有辦法 逼 香港人 在這次 歸邊 雖然香港有大量 愚蠢的人 這些人本身 無論那個是不是中國共產黨 他一樣 是會向 政權膜拜 所以也不關中共事 換了第二個獨裁者 他們一樣 照單全收 所以其實中共招數根本沒有多少招 來來去去就只有幾招 留在他控制的範圍 他才有辦法對付你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裡